例题五已经知道圆C 然后呢他是给我们一个一般式 然后也知道P点呢是圆C上的一点 是求通过P点而且跟圆C相切的直线方程式 好那这题跟例题四其实是一样的 只是差别在他给了你一个一般式 那一般式的话呢我们就是比较辛苦一点 我们要通过配方或者是你代公式来求出他的原心 好那我们一样画图 这是我的坏毛病我就是喜欢画图 来P点是切点 那原心呢我不喜欢被公式 所以我都要配方 来X平方减4X加4 加上Y平方加6Y加6的一半是33的平方是9 好那原本减4但是呢我要给人家加 加上去的东西我必须要把它还给人家 所以我要再减4再减9 好所以呢整理起来之后我就可以得到 X减2括号平方加上Y加3括号平方等于17 好所以呢我的原心就是2-3 这没有问题 那我要求我们相切的直线方程式 好那 刚才讲过了嘛你可以用内积或者是用点斜式 那我们用点斜式继续算好了 好所以我需要先算出OP的斜率 好OP的斜率3-2 1-3所以等于4 所以我知道我们要的直线的斜率呢 就是-4分之1 有了斜率之后我带进点斜式 就是Y减掉P点的Y坐标等于斜率乘上 括号X减掉P点的X坐标来整理一下 所以呢整理出来的结果就是X加4Y减7等于0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直线方程式咯